大家好,我是Ivan 今天我會來升El Primo和Daryl去Rank10 El Primo欠6個杯,Daryl欠3個杯 我本來想做一個Episode,就是Daryl和Boo升Rank10 但我剛才Boo欠133個杯,欠7個杯就可以上Rank10 我本來心想,7個杯應該Solo Shodan不容易拿第1 因為拿第1就加7個杯 誰知我在沒有錄錄錄的情況下 我拿了第1,然後直接上Rank10 所以拍不到Boo如何升Rank10 但我也有另外一隻,就是El Primo 這也快可以升Rank10 所以這個Episode就是這兩隻 El Primo和Daryl 首先我們來試一下El Primo El Primo真的只是玩近攻 用一隻手去打 你會看到他一下子都回得很快 好,那這裏我中間拿多了一個這些閃電 這裏還有一個 那現在就剩下6個Brawlers 我只剩下6個Brawlers 那個Daryl我就不會Rush了 那檢查一下草有沒有人 我記得中間好像有隻Shirley 她的Power Ups都應該是... 不是Power Ups,就是閃電 應該都幾多 好,那裏有隻什麼呢? 有隻Rikko來的 嘩 死 到這個情況下,給兩隻 搭攻 回回去 對呀,但這裏 都被Rikko打死 但不要緊 這裏都加到兩個杯 只剩下4個杯 只要慢慢打 就應該沒事 對呀 好,中間也有隻Primo 嘩,很多隻Primo 他們現在互相殘殺 好,他用他的Super 那我就趁機拿一拿箱 好,這裏多到5個閃電 那裏有隻Code 有隻Shirley 還有一隻Jersey 咦,那裏有隻Barell 然後右邊應該是剛才那隻 El Primo 用了Super 好,馬上殺死了 Poco 我先把Barell 因為他有點殘血 雖然他用了大技去補血 但也只是補到一半 其實現在6個閃電來說 其他Barell 最多應該只有4個閃電 那這裏我贏的機會 應該很大 好,這裏直接殺了Jersey 先殺了Jersey 但這裏我跳了Jersey卡 即是有點不值 好,這裏都加了兩個杯 我不知道 Ael Primo 躲在那裏 我不應該這麼快殺人 不過算了 都加到杯也好 這裏有隻Pam Pam為何會過來拿呢? 好,他拿到一個,我拿到一個 那我這裏就馬上走了 上面還有一隻Frank 是甚麼事 嘩,他追著我來打我 這裏有點危險 好,他放棄了追我 Mortus 我應該可以打死他 好,剩下9個Blawless 嘩,有一隻 嗯? 閃電的Frank 我就不敢搞他了 中間是不是有很多Blawless呢? 為何會 去到這個範圍都剩下9個 好,這裏殺死了Mortus 剩下6隻 一隻 有隻Frank 不知道他有沒有大技 如果他有大技的話 其實每隻Blawless都應該死得了 因為他那招Freeze 是挺屈的 好,我看到Pam在右上角 然後Frank在下面 還有一隻 還有一隻 只剩下3隻 Pam,Frank和我 好 這裏Frank 但是我出不到 出不像我那個 Super 我想跳下去 那裏 不要緊 這裡 升了Rank 10 好,到Daryl Daryl 只剩下3個杯 我覺得Daryl比 El Primo好玩很多 不過 我喜歡他的近攻 Damage increase 那個 特性 基本上來說 他跟 Wu的攻擊 方式是差不多 只不過 那個Super 技能不同 Daryl 他就會自己 可以 charge 其他Brawlers 他們是要 打到 敵人的 Damage 他才可以 賺到 那個Super 哇 裡面有一隻 6個 閃電的 Riko 好,剩下5個Brawlers 應該這裡沒有... 哇,4個 這一場這麼快 剩下4個Brawlers 哇,有隻Colt 啊,但是這裡... 他... 哎呀,差點已經可以... 打死他 但是不要緊啦,這裡... 很符 去到Rank10了 真的只加3個Brawlers 那好吧 那這個Episode 就到這麼多了 那之後呢 應該就會 可能升Poco Jesse那些 去Rank10 那大家想看那個 Rank15的Episode 可能要再遲些 因為我現在最高的Brawlers 都是只有 12 Rank12 就是Riko 那可能去到... Rank15 都要一些時間 那大家記得 留意啦 那喜歡這條影片 就記得Subscribe 和Share出去 那 下次再見啦 拜拜